按摩的職場上面有一個三部政策 跟客人聊天講話的時候 有三個不能講的話題 第一個呢 不能跟客人談政治 如果你跟他談政治 但你們兩個政治立場不合 很容易就會翻臉吵架 第二個是什麼 不要去談宗教 每個人宗教信仰都不同 所以我們通常我們不會跟客人提到宗教的事情 第三個的話不評論他 不要去評論他的身高體重外表這些東西 都不要去評論 抗受這件事情 這種都是禁忌都不能講的 按摩的職場上面有一個三部政策 跟客人聊天講話的時候 有三個不能講的話題 第一個呢 不能跟客人談政治 如果你跟他談政治 但你們兩個政治立場不合 很容易就會翻臉吵架 第二個是什麼 不要去談宗教 每個人宗教信仰都不同 所以我們通常我們不會跟客人提到宗教的事情 如果客人跟你聊 你就是笑笑點頭就好了 因為你內心其實可能 可能你不是認同的 你懂嗎 那我們也不用特別要去跟立場不同的人去 爭執這些東西 第三個的話不評論他 什麼意思呢 不要去評論他的身高體重這些東西 還有外表這些東西 都不要去評論 但這些有時候是男生啦 比如說如果一個男生的話就誇讚女朋友 哇你的腿好白好漂亮喔 你懂那種感覺嗎 是不是就有點奇怪 但是女生的話呢 當然禁忌比較少 但是呢通常我們是不會去評論他說 胖瘦這件事情 這種都是禁忌都不能講的